你这人实在 岳章大人实在不好吗 世上的事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的多了 我一定得谈他个明白 查他个清楚 保得这虚华之风日甚 老爷 我看你就省省心 不行 我这就去金山寺探个明白 保得是空口无凭 纯粹吃饱了撑的 圣上驻必僵宁 原定道场法会明日便要举行 圣上亲戌礼佛参禅 此乃黄恩后家山门殊荣 无奈我年岁已迈 耳隆眼花 万般无奈之好 涉谈辩经说法 则取通晓内典 神通公案者代老那接驾 一皆燃眉之急 先生 请回吧 我是来进乡的 明日皇上驾临 乡客一律免进 那我去找个熟人总行的 先生 请进 请吧 请吧 有四百两 你呀 就听他翻误吧 好谢了 这边请 干什么 坐下 剃头 什么 先把辫子搅了 这位师傅 我到这来是找朋友的 我何以要入空门 刚才你两位兄长说 你情愿先入空门 明日迎候圣上 那两位是我的兄长 我连认识都不认识 我何以要入空门 那两位已立了秩序 四百两银子都拿走了 四百两银子 对 这四百两银子可是巡抚大人特拨的官银 你就是当今天假和尚也行 不 不管是真和尚 假和尚 我全都不当 再见吧 您 来呀 给我揪住 干什么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放开我 我是将军之府 你是将军之府 我还是当朝国师呢 替 你天性聪慧 既知经史又同内典无人可敌 替老衲接驾参禅 非你莫说 这万万使不得 我不过是临时替度的假和尚 你既以替度便是以佛门有缘 还有什么真假之说呢 我说李静 李静 李静 阿弥陀佛 你怎么也缺银子花 缺什么银子 我在那山门口碰见那俩脱皮无赖 把我摁在那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把脑袋给剃成这样 我说你的脑袋是怎么回事 刘星 来 到餐房医去 到餐房医去